多謝主席 先報知一件事 有說每一個市民在一區公投裏 發生一般的浪費公投 但其實浪費是值得不值的 300元的商品卡是一般懷貴 但如果300元交給公投 你進去之間軟住兩晚 然後不舒服出席 其實可能是第二個問題 有些人說一區公投是一個玩贏的有事 是人家玩贏是人家有事 因為現在去到今時今日 不到你會搞不到你不玩 五個鐘頭突破了專制政權 對香港民主進行的前方 實在是回歸以來 民主的空間 足勾建築 真是已經不到你會去玩的無口事 其實國安和維吾斯 那個取消一項票的寶選 完全是為了盜住再有議員 發表欠賞公投 一人單票的直選員 你慘地會不會磨三坦 你說為了保障這個比例代表制 這個大概是廢話 因為這個精神再重要 都重要過一人一票的奉選權 其實最簡單的說 用三個字可以概括 整理字連綴 就是暑和分 怎樣叫暑和分呢 暑和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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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關閒一個暗政 一關從一個政制結構的改變 你可以搞得這麼長促 可以說沒時間 可以完全跟著頭盔的樣子 是因為民間可以討論 一討論就死亡 民間可以諮詢 一諮詢就報告 然後他們就靠保障經濟 在南華會議題裡通過 這一點只會突顯了 現在的時今時今刻的議會 是幾個不兇和幾個無恥 所謂保障 其實這次就是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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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 保障兩次 兩次都是打出民主旗目的候選人大勝 這個很關乎於世國大黨的 因為當年陳方安生和袁大作 那時都沒有黨無法人 只是因為社會裏支持民主 大民主主的人 根本就是截大比數 這個才是真民意 政府本身更加要求國民 因為他不喜歡公投 極權統治者一黨專政 民意是不容許彰言 只能夠被統治者去把持和判斷 所謂法 其實正正就是一種把持和良判斷 將市民的民意簡單易分 局長的處法其實遷滅了 他自己個人的學生 教育的良心社會經驗和理性修為 是一種極低質論術來的 而上年公投票的低正正就是 政府直接間接做春朝造成的結果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 局長的一組能否刺得出 如果有機會生小朋友 你帶他去問他要吃什麽 然後他說他不說我 他很懷疑玩的 他就說我 如果你在那裏順道的表態 他根本就不用吃東西的 那我以後都不用給人吃的了 真的實在有利在 即是有項目獎的存在 香港太多人的處境 是可以把他 政權太多 所以很需要對他的 我覺得很大 有機會 謝謝大家